OK 你看現在 上席都熟悉 你只會吃頭囉 那上席都是應該 現在你放得平衡了 這人夠了 我就馬上來揭曉 最佳女主角 美鳳姐 謝謝 我現在不能用說話的 我要用唱的 我等著花兒年謝了 是啊 真的好久 這一等就是29年 事實上對61歲的林美照來說 跨入演戲這一行 早已超過半世紀 相較於事業上的順遂 美艷人人愛的公立秀女王 感情世界卻顯得低調 她在20歲當紅時 曾有過一段婚姻 對方是從小認識的歌仔戲編劇 因為但是我的想法 真的是很簡單 我就是自己編了一個夢 我覺得說 我不要嫁入豪門 我就是找一個很老實 可靠的老公 然後兩個人白走起家這樣子 當年她不顧家人的反對 執意結婚 但相愛容易相處難 我可能 我因為小時候苦過來的時候 我比較積極 然後她的個性比較慢慢來 所以久了 你就自然就會有很多的分歧 坦言夫妻之間無法溝通 距離越來越遠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婆婆的傳統 因為她覺得 媳婦就是凡事要親力親力 所以妳那時候 每天在外面拍戲 或是作秀 妳還有這家煮飯啊 對 不吃煮飯啊 我還要去吃飯吃飯買菜 然後回家 她要麻痺什麼的 一切通通是媳婦該做 我老公親媽媽非常孝順 她覺得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所以妳每次抱怨 她就說媽媽就是媽 永遠是對的 後來黎美照 忍痛斬斷這段情 離婚後的她變成單親媽媽 獨自扛起重擔 為了撫養一雙寶貝兒女 她努力接受賺錢 還好我媽媽都會幫我照顧朋友 就是我有請保姆 回到家才能跟小孩就是 趕快彌補他們啊 給他們擺乾淨啊 兩家剩下的錢 你每知道攢下一小筆 就投資買房子 選的都是台北市精華標的 從台北市忠孝動陸第一棟房子 後來又經手文山區別墅 無星街信義計畫區 到五鐵共購的南港 獲利起碼兩倍起跳 演藝圈一堆人跟著她買 而她超齡的第六感 還有特殊功能 然後樂隊老師從我旁邊經過 然後我突然看她的氣色 我就回頭跟她講說 那個誰 你最近開車小心喔 她說你怎麼不早說 她說怎麼了 剛剛發現那車小叉賺 有一次朋友找她合資買樂透 沒想到就中了大獎 明美照只花一千塊 就賺了上百倍彩金 就是有那種 不知道哪一來的零貌 就是因為我講話 有時候還滿零嘛 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的問我說 這次會開什麼什麼號碼 然後我不會亂說 可是我如果真的有零感的時候 我說最多兩個號碼 一定開 對於運用超齡的第六感千度 李美照完全沒有興趣 眼前她最在乎的 就是一雙寶貝兒女的幸福婚姻 尤其是和媳婦的相處 完全沒有婆媳問題 她本來就是一個很貼心的女孩 對啊 她就會 而且她是天兵 我的天將 所以我們是超配 或許是因為女人疼惜女人 李美照不僅呵護媳婦 對於從小捧在手心養大的女兒 更充滿濃濃的愛和在意 因為她跟她老公是班對 她一個的班對 然後那時候我當然就是 非常非常的胖 就是才大學而已 跟我談戀愛可以 就是如果我談真的 我就寶貝就被搶走了 你知道 就是那種很擔心的那種 很擔心的 直到女兒28歲結婚 李美照還是不太能接受 她長大成家的事實 為了一件事大哭 她們就登記完 有一天我發現我戶口名部 我女人的名字被整個畫一個卡 我就大哭 如今李美照升格當阿嬤 成為最佳的婆婆 年過60的她 身材 容貌 保養得宜 難道不想再找個伴嗎 我高興你 我到現在還會有一些 可是我已經喜歡一個人 很自在 樂觀態度 享受生活 對現在的李美照來說 看著寶貝兒女 有各自幸福的家庭 就是她這身最大的滿足